肺结核是什么食物好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张燕 陕西省结核病院中医结核科副主任医师 肺结核病人呢 我们还是建议 他是要一个营养饮食 要一个全面的一个营养 首先是建议是高蛋白饮食 它可以增强它整体的一个免疫力 另外一个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多吃新鲜水果蔬菜 然后就是要一个全面均衡的一个营养 只有营养跟上了 抵抗力增强了 疾病才可以恢复 所以他这个饮食的话 主要还是要营养均衡 高蛋白饮食 因为刚才讲了 这个结核病呢 它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主要是一个非应亏虚 所以我们就可以给同事服用 一些就是药食同源的一些 自营润肺的药物或者是食物 比如说像一些百合呀 银耳呀 还有就是包括五味子 还有就是我们的梨 梨呢 其实因为它是一个两性的一个水果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结核病的病人 我们是建议他最好是把这个梨 就是蒸熟 然后再进行服用 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一个它可以减轻 它的含量的这个性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润肺的效果会更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